整條水溝被業者偷排廢水染成了血紅色 環保局雞察員看到了直搖頭 沒想到業者還想解釋 不是天天排也不行 位在高雄鳳山的這間保健食品廠 日三號被環保局抓包偷排廢水 只是怎麼會染成紅色的 原來業者是從事葉黃樹 魚油跟B群的膠囊保健食品製造 集中製造B群的時候會使用到紅色食用射速 在清洗過程中染到了射速 被依照水無法開罰3萬到300萬罰環 從去年到現在環保局雞察鳳山西 上游317家的沿岸市業 抓到了63家業者偷排廢水 累計才罰495.2萬元 鏡頭轉到桃園龜山 環保局人員在大漢溪支流塔寮坑溪採樣 發現環境被嚴重污染 最回禍首是這家化學公司 業者從2005年初偷排搶檢廢水 一直到去年8月被查禍勒令停工 沒想到期間還偷偷營業 23號檢方癥結 將公司負責人夫婦還有員工3人 依照廢親法起訴 也申請沒入以查扣的不罰 所得1億4千多萬 公司為依法取得水污染防治 許得正確 非法規制搶檢廢依 依水污染防治法 採取請供並處罰款238萬元 空排畫面可以看到 在台中大理物風交界的北溝溪 溪水竟然變成了黑色 環保局追查發現 是大理區掩埋廠流出的 一度被質疑是周關放火 不過環保局表示導致廢水流出 研判是因為近期地震頻繁 導致掩埋廠處理水收集系統受損 目前將派人員抽出異常吸水 避免污染擴散 TVS新聞綜合報導